我們再來關心計畫生案 白衣章採點民眾黨的 董主席關門帝 又繼續握兩個月 民眾黨的立委 吳郭昌早期表示說 旁邊關門帝會答應律師團 提出控制 吳郭昌還說關門帝 向計畫一天 尚海是臺灣的司法共勝力 北減政辦 計畫生案件 因為民眾黨主席的關門帝 記憶記憲特別教員 檢控進行申請安額 設於調區安額頂 大陸地本歡迎 心理後 曾經國際社團貪污 在庭內頂罪 有背景 有創供反政策的可能 在庭國際NR兩個月 到明年一月設施 又禁止這幾通信 對國際社團財政策的延壓 當然我們是希望舉止先回來 那也請民眾黨幫忙聯絡一下舉止 他能不能回來把這件事情 離清 如果柯文哲真的沒有事的話 那就請他也要回來說清楚 而不是就是憑空省隱了那麼多 那麼久的時間 議員因為案件不單純 問題欠擇這麼多 也希望進行 讓北京法務統治要感到 科技有關警告案罪名 對國北憲 做到NR 太太擔心 臺灣民眾黨是表示 危險在這上去 好有憑空無政策的起訴 無政策的榜人 是臺灣司法的公信令 我感到關心 本月在NR 會超過國會進行 向黨請家的三個月份 民眾黨議員 跟副市長委 應該讓國會請家一期 無限期安等 鄉國昌表示 這說出東莞和支持者的信仇 不過自己不是中兵會選擇 總管理規定 要是要交由中兵會來決定 記者綜合報道